冯小刚在娱乐圈中以好人缘而著称 但是性格直来之躯的他 素有小刚炮之称 一旦好友受了冤枉 冯岛不开炮更该何时 建议冯小刚在微博中透露 华裔董事长王中军在为华裔兄弟 公益集资零钱电影院画画 已卖出20副不及近400万 让大公子弟免费看上1942 这一消息公布后却引来了颇多争议 更有网友质疑此为该片博宣传的作秀行为 一向心直口快的冯小刚健壮 在微博中录制网络上的非善意言论 想问打工子弟就只能顾温饱 不能看电影吗 免费给这些孩子看电影 何就只有 林道士不作秀 林作恶 不是 他还为17日在加拿大完婚的姚晨打暴物评 还有人家姚晨接婚 网上就有些人不送祝福 送一堆难听话 不怕人家好 怕人家散 给人添恶心 损人利己都岂有可原 损人不利己 心辈丧 这就叫恶毒